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近日蘭瘡江、湄公河合作第八次外長會議在北京舉行 外長王毅也分別會見了湄公河流域的東南亞國家外長 其中泰國副總理兼外長班比 提到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互聯互通合作符合各方的利益 泰國願意積極推動泰中和泰魯中鐵路早日開通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 路透社引述越南官員說兩國領導人可能會討論 中國協助越南提升國內鐵路系統的議題 自從中國援建的中國老渦鐵路通車 以及中國建設的東南亞第一條高鐵 印尼的雅曼高鐵運營以來 東南亞多個國家討論鐵路升級和高鐵的話題越來越多 商務部旗下的媒體《國際商報》有篇分析文章 就說到中國和東盟經貿關係的現況 文章引述匯豐控股編制的12個月平均資料顯示 中國對東盟成員國家的出口額 已經飆升至每年近6,000億美元連續幾年 中國和東南亞都互為最大的貿易夥伴 文章指出 貿易夥伴的維持的更疊反映出經濟貿易交往的緊密程度 頻密的經貿往來需要基礎交通的支持 有了便利的交通設施 才能進一步促進中國和東南亞地區關係持續發展 作為中國出口產品的名片之一 高鐵技術、建設和服務 正在東南亞地區展現鐵龍騰藥的新資 如今正在建設的中泰高鐵一期工程 從泰國曼谷向北連接阿勒府 全長大約250公里 這是中國境外首次使用中國標準 並由所在國出資興建的高鐵項目 也是中泰兩國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民生工程 中泰高鐵建成後 設計時速可以達到250公里 未來高鐵專案二期工程還將會伸延到 泰國東北邊貌重鎮狼開 實現與中老鐵路的銜接 經過老窩直接抵達中國的昆明 另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馬東鐵 也是展現出中國高鐵出口技術和服務標準的 文章認為中老鐵路和雅曼高鐵的相繼開通 預示了28年前的宏大設想 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 正在東南亞成為現實 1995年第五屆東盟峰會上 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克蒂爾 提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互聯互通計劃 凡亞鐵路 根據他的設想凡亞鐵路 將包括一條從中國昆明出發 經過老窩、泰國、馬來西亞抵達新加坡的鐵路幹線 總長近4,000公里 凡亞鐵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馬來西亞至新加坡的高鐵正在招標 中國和日本正在展開激烈的競逐 最近一名日本記者有篇文章說道 他親身乘坐中國標準的雅曼高鐵經驗 文章感慨日本新幹線為何會落敗? 日本的鑽石網站12月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們的記者試錯印尼10月啟用的第一條高鐵 文章說對印尼來說 這條是連接首都雅加達和曼龍市的高鐵的重要基礎設施 前期的招標中中國在和日本的競爭中反敗為勝最終是拿到這份訂單 對中國來說這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一環 對日本有關工作人員來說 將新幹線出口到外國和愛國情懷相連 正因為如此中企拿走了印尼高鐵建設的訂單 為日本政府有關人員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記者因此而試錯印尼這趟的高鐵 文章總結從坐車體驗來看 中國在印尼的影響力比想像中更強 記者從雅加達的市中心坐車前往位於郊區的高鐵站 眼前巨大的閃光建築令他想起了中國的高鐵站 他說看到很多印尼的乘客在各處拍照留念 他們中很多人第一次坐高鐵 估計是想把照片傳到網上 拿著紙質車票就可以進入車站 但他發現周圍的印尼乘客無論男女老少 都是用二維碼數碼入站的 車站的結構和中國國內的高鐵站是相同 他說是令人懷念 巨大的顯示幕也有中國風格 文章認為當中國風格成為印尼高鐵的標配 以後修建新高鐵時其他國家的公司 估計就很難參與進來 至於車廂裡 記者形容設施很先進 座位的號碼不是印上去的 而是逆徵顯示 而天花板上掛著幾個小逆徵屏 與中國的好相似 座位上畫著一些好像雲袋一樣的花紋 據說借鑒的是印尼民族服裝 此外包括車站形狀在內的很多細節 都是符合印尼人的審美觀 穿著傳統服裝的乘務員走過來 當記者用中文打招呼時 乘務員也用中文進行了回答 在車廂裡走動時 記者就遇到之前的中文翻譯 據說一名翻譯曾在南京留學3年 講流利的漢語 列車行駛過程中電子公告板顯示出目前時速349公里 他說感覺與上海池源浮列車的公告板是一模一樣的 記者旁邊坐著一位中國技術人員 這位人員志豪地說這條鐵路在中國也算是高規格的 記者就問他今後中國會不會在東南亞不斷鋪設高鐵呢? 他說這是根據各國的需求進行高鐵建設的 列車到站後記者就看到站內的一個售票機似乎出現了故障 印尼工作人員和記者剛剛遇到的那位中國技術人員 一邊就通過手機的翻譯軟件進行交流 一邊在修理 記者形容他們好像有一個微信群 依據群中的故障排查流程在進行操作 文章最後說距離開業已經快兩個月 他說看起來有延誤操作失誤等小問題 但是在新開通的航線上是很常見的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大問題 中國是否會繼續在東南亞發展高鐵網絡 文章就認為很可能取決於印尼高鐵系統在財務和運營上的穩定性 這篇文章較為中肯地講述了印尼高鐵運營的情況 從這位日本記者眼中可以總結出幾點 第一,這條高鐵不僅是技術上全部採用了中國標準 還包括了外界忽略了的中國軟文化 例如是車站、車廂的設計 高度融合了中國和印尼的文化 還有一個個打卡的乘客 他們都是中國代表先進技術的最佳推銷員 第二,記者遇到識中文的印尼青年 他們都以在高鐵上服務為傲 這也顯示了新一代的東南亞青年 不再以美西方或日本為唯一的先進文明代表 第三,科技伴隨著一帶一路正在改變 包括東盟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中國的合作 記者最後描述的中國技術人員 通過翻譯即時軟件和印尼的工作人員溝通 他還特別留意到他們在一個微信群裡 按照其中的流程指示進行排查小故障 這是技術助力發展 而發展又帶動了文化交流的生動描述 結論是中國式現代化正在改變發展中國家 不僅硬發展,還有軟實力 另外,日本日經亞洲評論報導 對中國經濟的負面看法現在很容易出現 越來越多人認為隨著進口國尋求多樣化採購 中國作為全球主要出口國的地位正在下降 不過文章就認為現實的情況更美妙 隨著某些產品的生產轉移到其他地區 專注於綠色技術產品的中國本土供應鏈 正在蓬勃發展 雖然整體海外發貨量正在減少 而這些商品的出口正在增加 文章認為結果是中國的出口實現了重大再平衡 仍然穩居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國的地位 事實上根據標普全球市場才智公司的分析 2017年以來在亞洲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總值中 中國所佔的份額基本上沒有改變 大約36% 他的姊妹公司標普全球評級公司匯總的資料顯示 過去十年零部件涉及國際供應鏈的中國產品的出口一直沒有變 而涉及到國內供應鏈的產品出口一直大幅增長 這個機構的分析人士說 這是中國出口道向營製造業的一個重要轉型 供應鏈的轉移正在加快 這種現象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隨著疫情逐漸消退、去風險成為了供應鏈規劃的口頭禪 不過綠色科技產品的情況就不相同了 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 中國里尼子電池出口價值的全球份額 從48%增長到61% 太陽能電池版出口份額從44%上升到62% 電動汽車的出口份額從1%飆升到24% 文章認為鑑於中國領導層多年來一直都宣度自利更生的戰略 這種增長是有道理的 例如是雙回圈、高品質發展和自主創新等政策 都說明了中國政府的長期目標 實際上中國正在使出口市場多樣化 並且尋求擾過美國關稅障礙 根據英國航運資料服務機構集裝商貿易統計的資料 2019年以來 從亞洲出口到北美的集裝商海運貨物當中 中國所佔的份額從65%降到60% 但這是唯一中國份額下降的地區 到拉美的份額從75%上升到80% 到非洲的份額從67%上升到76% 到波斯灣的份額從66%上升到75% 文章認為面對美國和其盟友共同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和多元化的舉動 中國能夠保住市場份額 這表明了傳統貿易關係正在破裂 並且揭示出後全球化世界經濟中 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請訂閱鈴台